4月1日 徐若萱现身台北莫活动 身穿牛仔布衬衣 蓝色牛仔裤和肩头高跟鞋的她 笑容灿烂 面部浮肿严重 43岁徐若萱出席影片放映会 面部浮肿不感人 2014年 徐若萱和新加坡 麦克波罗汉业集团主席 于云峰在巴黎到完婚 起了2017年 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 丈夫公司传出经营危机 欠债66亿台币 减民币约14亿元 经过长达一整年的奔走 该公司得到投资人 银行 股东的支持 用组成功还清债务 徐若萱表示 放弃很容易 走下去很难 一路上看着她的努力 她的坚强 她的倔强 当然 也有外人看不到的脆弱时候 令我很是心疼 我告诉她 凡事尽力就好 健康第一 而她依然选择了最艰难的这条路 并坚持走完没有放弃 这样的毅力也令我更崇拜她 如今苦尽甘来 徐若萱一家三口生活十分幸福 徐若萱叫 妻子派 徐若萱 李云峰提到徐若萱作为妻子的配伴 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持 有几次面对投资方不太友善的态度 受到各种委屈 回家发一点牢骚 她会用很正能量的话鼓励我 灵魂伴侣非常重要 家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那些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